把刀收回去 如何逞出刘泽涵 自有军法 还轮不到你 还这么目无章法 你们吃的这方面的亏还少吗 陛下 你现在是带伤之人 不必多礼 躺下吧 陛下 臣有罪 此次 臣没有替陛下收好南京 罪该万死 是臣大意了 没有料到有些人 会那么反感陛下的心证 会那么容不下传这些人 他们不是被逼无奈时的投降叛军 是有组织有预谋的和叛军勾结 臣应该对他们有几分警惕之心的 不然 如今也不至于害得太子殿下 落入如此境地 逆子无能 此事怪不得清 此事 朕也没料到 这些受我大明福音百年的权贵士族 会如此无耻卑鄙 怂恿朕儿子反朕不说 还禁非朕的心证 杀朕子民 简直可恨 陛下说的是 府台陈进 竟也被他们害死 臣当时就看见他被悬在梁上 巡方营官兵和镖营官兵因而群龙无首 此事倒也不知城中巡方营与镖营情况如何 想必也是各自为战 如今还请陛下诉救南京 不然他们牺牲多也 大军已经复发 爱情好好养伤 将来 朕还让爱情替朕管南京 陛下如此用臣 只怕他们还是会不满 臣不过在他们眼里 自然流寇习气之士林败类 却铁为江南之守臣 谁也不服的 他们不服也得服 朕就是要让他们难受 臣 万死莫死 怎么会这么快 龙潭不是有十多万人吗 怎么连数万贼军都抵挡不住 谁知道呢 可叹哪 十万兵马竟守不住一个龙潭 老天不公啊 主公 如今说这些已没有用 大势难党 我们如今扶太子登基 搁疆而至 甚至于天子为敌 也本是无奈之举 说到底 这件事究其主因 还是怪刘泽涵等叛军不识大体 无忠军之心 故而起兵乱我江南 彼得我等不得不尾身是贼 为大明设计 为储君安慰 不得以曲线救国 定国公所言极事 本王也是这么认为 亡羊补牢 为时不晚 如今我们只能 及时劝太子 以孝道奉天子 顺应天命 而与叛军划清界限 如此或可让朝廷 看见我们的 幡然悔悟之心 从而免杀身灭族之祸好 此言有理 常言道 虎独不识子 法不择众 陛下乃当朝第一圣名之君 而太子乃敌长子 且速来敦厚孝顺 而此次从于太子者 非南京一名权贵士族 几乎乃是整个权贵士族也 南京士大夫 大多难以读善其身 自古王朝便是君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想必陛下不会诛太子 更不会进诛我等 没错 但我等需让陛下息怒 需拿出足够之诚意 撤太子帝号 献叛军之首级 费刚下之甲诏 七十二里铺黄土 三十六里铺毡 市民全部贵赢帝王 并以南京最美之家 咬美人奉之 如此 或能让陛下释怀啊 皇上万岁 大明万岁 皇上万岁 大明万岁 吴皇万岁万岁 万万岁 您周贤达 进献银元 八百八十八万 愿为陛下 北伐之资 您语成贺 进献每人七十二人 请陛下笑纳 皇上 专旨 让他们平身 收了这些礼单 臣等 谢陛下 太子呢 回陛下 太子在宫门处 跪迎请罪 石阵守照 立即接管所有城防 南京城只准进不准出 封锁江面 从龙坛到江宁 莫陵 十步一岗 五步一哨 不准任何人逃出 一旦有谁聚集 先以作乱 格杀勿论 臣遵旨 南京城中 谁的府邸有最大的厅堂 回陛下 当属定远侯府 最大最豪华 你立即拟址 着令南京所有 薰贵官身 以及有功名者 接到定远侯府赴宴 朕要设宴款待 敢不负者 格杀勿论 内臣遵旨 你先持阵密诏 去召集杀戮军各部 选精锐刀斧手五百名 秘密藏于定远侯府 待朕一声令下 就对这些反对权贵士族的 从犯们动手 凡是反动的 或者是要饭煮饭 朕已让人安排到了楼上 楼下的街全部处死 楼上的要饭煮饭 留着继续严惩 先吓吓他们 臣 遵旨 辞旨给红娘子 告诉他 一旦定远侯府传出信号 他的灭鲁军各营 立即按照跟着各牵士 去抓捕这些反动权贵士族的 各毒人丁家奴 以及雇佣的相拥 北令者 格杀勿论 是 传指 罗太子与陆王三日后 随时阵左右 摆驾定远侯府 全体赐作 谢陛下 是 谢陛下 动手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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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当了 我们上当了 这可如何是好 本王 本王也不知道 父皇 孩子殿下 请您退回去 如果您不退回去 我们就杀你师父 李不堂 求让他们住手吧 饶了我们吧 我们知道错了 我们知罪了 这些与你们残害的 我杀鲁军兄弟比起来 算什么 你就是凤阳巡抚 丁魁楚吧 如果不是临阵逃脱 我杀鲁军数千弟兄家眷 也不会被活埋 这里面应该有你的族人吧